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第二次積壓庭5號傍晚結果出爐 如同洗三溫暖 從無保請回便積壓境界 柯文哲捲入金華城病案 第一次積壓庭 法官才信他主張的不問事 加上檢察官提出了證據資料 要證明賄入罪卻查不到金流 法官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重大 欲知請回 北檢提出抗告 第二次積壓庭由呂正業法官受理 不審新事件 檢察官只好改變策略 第二次檢察官稍微改變一點策略 他會認為說 先就犯罪事證比較明確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土利罪的部分 要查辦公務員受惠罪 局證門檻高 北檢改往土利的方向局證 強調柯文哲都知情 而法官呂正業疑似 就是認定金華城不是都更案 卻是用都更容積獎勵 認為柯文哲有土利 檢察官也針對議員質詢內容 便當會公文清簽三大證據出擊 說明他當時就知道金華城有問題 公文上還有他的蓋章 以及接受容積率問題陳情書 指使柯文哲明知違法 還是貫徹始終通過840%容積率 涉犯罪清本刑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徒利罪裁定收押 想通的事證卻出現兩套不同結果 關鍵原因在哪 北建還提出柯文哲遭到解聯搜索家中時 疑似拒不開門將近一小時 檢方查扣他的手機更發現疑似有刪除對話記錄痕跡 很可能是法官認為柯文哲有滅證之舉 成功轉押關鍵 北建緊急公布判決理由 但當中出現窘然弱階 遭到了質疑是不是用錯了成語 法官疑似想表達招然弱階也一發議論 檢方打了艱困一仗 還要再面對下一關查明更多金流 TVBS新聞告知有王湘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